特别针对女生的部分 我这次有特别推荐两款化妆品 这不是做广告 是我自己用了确实非常好 纯天然的香皂 上千年的历史 非常古老传统的一个香皂 这次的服装选择 我是觉得特别有特色的 不只是对女生 对男生也有参考作用 所以爱美的男生也不要走开 我知道你们大家最想知道 最感兴趣的 就是我说的防蚊防虫的衣服 这两件就是 还有狗狗的服装 岛盛和夫老先生 我跟他有一点渊源 我每次去路过老先生的门前 我都会想说 老先生你还欠我一次板费呢 所以今天就趁机 跟你们八卦一下 终于到了女生最感兴趣的 化妆品和服装部分了 先说化妆品 化妆品呢 这次我从日本带了 Alepo的香皂 这个香皂呢 我在日本用了好几年了 在北美一直买不到 我在网站上看 终于查到了他们在法国生产的一个香皂 结果售价20多欧元 把我吓坏了 这个我在日本买一块只要400日元 就还不到4美金 这个Alepo香皂呢 它的特点就是 它是用橄榄油和月桂树油做的 纯天然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在里边的 非常千年的历史 非常古老传统的一个香皂 Alepo这个地区呢 是在叙利亚 它是连接丝绸之路和地中海的一个地理要塞 所以呢 当时它的经济非常繁华 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名的特产 后来因为叙利亚内战嘛 那个传统的生产的那个钢啊 什么的作坊都被破坏了 它的手工艺人后来迁徙到了其他的城市 重新建了作坊继续生产 我当初买这个香皂的冻机 其实很简单 是想支援一下这种传统手工艺 但是用了以后就是特别好 特别喜欢 用了好几年一直在用 我这是两种不同的 这种呢是橄榄油的成分多 它就比较滋润 这个呢是月桂油的成分多一些 当然是以橄榄油为主 它的香气就会好一些 总的来说这两款香皂 它都是没有任何化学香味剂的那个香气的 所以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用那些化学的香铺啊香皂啊 你的嗅觉习惯了那些化学的香味以后呢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不是那么好闻 但是我用了好几年了 我已经习惯它的味道了 我反而觉得这个才好闻 化学用品的那些香皂啊香皂啊 我倒觉得那个我不喜欢 这个香皂把它切开的话 它的里边是翡翠一样的绿色 很美很美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 然后我把它推荐给我女儿 我女儿她是从小就是奥特皮 她是皮肤非常敏感的孩子 她用这个也觉得特别好 可是呢我推荐给别人的时候呢 我都会说现在大家公认的比较好的化妆品 PH值是弱酸性的 因为它跟我们的皮肤的酸碱度是一致的 香皂它是碱性的 如果你用这个洗头洗完了你的头会色色的 可是你在洗干净这个香皂的时候 你滴两滴柠檬它酸碱中和了 那个感觉就会大大的改善 因为它是碱性的 跟每个人的皮肤的balance有关系 我并不是说非常推荐大家都去用这个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两款要推荐的化妆品呢 就是比较大众流行的品牌了 这个呢是我以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Double Wear的粉霜 它的桌盖力很强 这个是那个粉霜的底霜 我以前是不用底霜的 因为我都是直接用这个防晒霜就做底霜了 可是呢用这个防晒霜做底霜呢 对于改善肤色没什么帮助 这次我特别买了这个Double Wear的底霜 它对修改肤色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它很细腻 涂起来也非常舒服 最最最重要的 它的防晒指数很高 SPF值是45 PA后面是四个加号 这个我在日本找的时候 发现这么高的防晒指数的 通常都是baby cream 底霜里边好像这个就是我能找到的最高的了 其他的都是10啊20啊这样的 另外要推荐的这个呢是Dior的产品 它修复性特别好 以前我不喜欢用concealer 因为我觉得涂上以后就那一片啊 就很明显的不一样 但是这个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 它涂起来非常均匀细腻 它的遮盖和修复效果堪比美颜滤镜 有兴趣用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在今年我才终于找到就是 适合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的这个fashion style 因为当我生活在城市里的时候 我穿的那些衣服 我在野外生活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是不适用的 它不适用不是因为它的design的这个形状啊什么 而是它的功能性 比如说生活在城市里 你穿的那些很stylish的衣服 它的饱暖性并不强 可是呢你在户外天气的变化就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经常就是说在功能性上面 非常不够不够防风不够保暖 或者说运动不够方便 还有呢就是黑色的衣服 包括黑色的瑜伽裤啊 我自己以前很喜欢黑色的运动服 当你在野外hiking的时候 那个黑色吸收阳光的热量是最强烈的嘛 所以真的会皮肤热到像被烤伤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后来把我所有的黑色的户外的服装 全部都淘汰掉了 在我刚刚开始房车生活的前几年呢 我的服装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户外运动的 一种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城市里生活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两种都是不很完美 因为城市的生活的衣服在野外不够舒服 可是那种户外运动型的就是太sporty了 就是当然有些人他就穿那种很sporty的衣服 也看上去很酷 但那个不是我的风格 我不太喜欢这么穿 就是在我不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 我不喜欢穿的很sporty 我的难题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style 这一次呢我在日本带回来的这些衣服 就是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在city style和after door style中间 给了我一个非常的relax的 舒适活动方便的功能性 有非常好的一个style 这个回头我给你们一个一个展示啊 这个服饰的问题啊 不只是女生的问题 男生也一样 叫说男生在户外也是 你怎么穿的既舒服又很绅士 这次我带回来的所有的衣服最大的特色 它是介于户外运动和城市休闲之间的style 也是我历史五年的荒野生活之后 终于找到的适合我的最佳的fashion style 我知道你们大家最想知道 最感兴趣的 就是我说了防蚊防虫的衣服 这两件就是 这看上去就是一件普通的户外的外套 可是它真的很不普通 就是说你穿着它就可以防虫 这个衣服是由日本的一家大的制药公司和纤维纺织公司联合开发的 它最初是为了钓鱼爱好者开发出来的 因为钓鱼嘛在水边那个月儿一直站着不动 蚊子咬得很厉害 结果这个衣服一出来 就在钓鱼爱好者中大火大卖 结果这个好事一下子就传遍了所有的户外圈 现在就是几乎在日本 爱好户外的人都要买一件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没货呢 这裤子等了三个月才等到 它的防虫的原理 首先它的这个面料理是有杀虫剂的成分的 它和其他类似品牌的产品相比 它的优越性就是 因为它是日本地人公司 是很大的纺织纤维公司 它的纺织技术非常好 所以它把药物和纤维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 它的官网上说 洗20次以后防虫的效果还能够保留80% 既然有杀虫剂的成分在里面 对人体是不是有危害呢 它的实验是说没有 但是极个别的例子也有人皮肤会过敏 我还没有穿过 我是属于皮肤比较敏感 而且我嗅觉也非常敏感 像这个我闻不到什么味道 我穿了以后呢 体验过这个之后 我再跟大家来update它的实际效果 它防蚊防虫除了这个药物的成分以外 还有一点非常有趣 就是它的编织 它的纤维的编织 它的表面是蚊子或者虫子 落上来以后就会滑一跤 就站不住 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面效果 导致这个蚊子飞来了 落在这儿 想扎你的时候 它就脚滑 它站不稳 它就赶紧飞走了 这一点很有趣 这个是同样品牌的裤子 我希望他们可以拯救我这个夏天 这个是一个围裙 它是防燃材料做成的 我很喜欢篝火 可是呢 通常的户外的衣服都是化纤的嘛 那个火星一崩 马上就是一个洞 所以呢 这个防燃材料的围裙 我觉得还是蛮必要的 它的长度是可以调整的 而且这个是男女通用的 现在不是流行这种男女通用的服装嘛 这次户外的衣服 大家从色彩上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没有那些典型的户外运动的色彩 反而比较接近城市休闲装的色彩和风格 事实上它的户外运动机能也不是很强 但是又比休闲装和运动服要强很多 同时呢 它的舒适性要比纯粹的户外运动的服装要高很多 它很适合日常生活 我这几年因为经常是生活在荒野里 我就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衣服 因为我并不想天天穿着登山服 运动服这种户外的运动的衣服 我很想穿的更日常化一些 但是呢 城市休闲装 它在野外呢 其实它又不遮风 保温性又不够强 就感觉经常不适合户外的天气 但是这一次带来的呢 就是兼具了这两个方面的优点 这一款呢 是North Face这户外老牌了 它的一个抓绒衣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户外运动的 但是呢 它的颜色呢 又非常的适合休闲装 日本的Mobile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品牌 它的服装 它就不做这种颜色 它就做那种跟大自然的颜色 就是色差特别强烈的服装 它认为 如果你穿着像迷彩服一样 或者是跟大自然的颜色 比较接近的这些衣服 你在野外运动中遇难的时候 你很难被发现 所以它是完全从功能性上来强调这个服装的色彩 North Face的很多衣服也是很歇艳的 我也有很多它的颜色歇艳的户外用的衣服 它的这种颜色的衣服在大卖场折扣店你是买不到的 你要去它高级社区的专门店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种风格的东西 像这种萝卜裤 就是休闲穿也很舒服 当然你作为城市休闲装也很好看 但是它在户外穿呢 因为它是个面料 实际上它是户外品牌的 它这个面料的密度很大 所以它的防风性保暖性都非常好 你这样穿了以后呢 你就不是显得 别人一看你马上要登山去了 或者是你刚登山回来 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吗 同样的也是休闲风格的户外服 也是舒适型的 这款不是那么厚 这款是很厚的 这个很舒服 这个是穿上的效果 这个是外套 这件外套呢 哥伦比亚也是著名的户外服装的品牌 但是不是那种 它的那种蓝色的呀 什么的那种纯户外的 这也是比较休闲风的 但这种户外品牌做的 休闲风的户外服装呢 就是它的功能性要更好一些 这个在野外生活的时候穿就很舒服 但是呢 它比较薄 而且它的保暖性 比起户外运动硬的外套来说要差很多 你作为城市休闲装也可以穿 你作为在野外生活的很休闲的衣服 你穿着它就很舒服 我最近选择户外用的衣服呢 就比较注重它的时装性 这两个冲风衣是十足鸟的 同款不同颜色 这不是这次从日本买回来的 这个是我在加拿大买的 去年去阿拉斯加之前买的 这个绿色也是很温和的感染绿 它的修身效果非常好 我记得我在德纳利公园的那个视频里 穿这个的时候 就有人在comment欄里问我 这个是在哪买的 因为它上身效果非常好 不是那种传统的直上直下的 所以呢 我就买了同款不同颜色的 这款灰色的 因为它的颜色更都市化 像西岸的冬天老下雨嘛 就穿着这个出门 在城市里也没有那种违和感 这次还从日本带了 两件优衣裤的衣服 是它的heat-tech的 比较厚的那一款 我自从开始房车生活之后呢 优衣裤的衣服 就是我的房车生活必备单品 因为在房车里呢 天冷的时候 一件heat-tech可以顶外边多穿一件衣服 而且我是同款 一定买两个size L的size呢 做睡衣 M的size做日常穿 用heat-tech的L做睡衣呢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非常舒服 不会冷 这次从日本呢 我带来了一个电路子 大家还记得我去年回来的时候 带了一个电热毯 当时想铺在这个走廊里 觉得尺寸很好 但是那个彻底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电热毯 它是非常温和的加热方式 它不是很快的就能够温度上了 然后这个slide out呢 下边正好是最透风的地方 冬天房车冷的时候 靠那个电热毯 要想晚上保持室内的温度 是不行的 所以后来就没太用 这次这个电热毯呢 我已经试用过了 非常好 我推荐所有的房车 电热毯都是必备单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房车里晚上睡觉的时候 天凉的时候 那个被窝里很冷很冷 你钻进去的那一瞬间 真的很凉啊 现在的电热毯的设计呢 不知道北美的产品啊 日本的产品呢 都是足暖投寒的设计 在配线上呢 它的脚步更暖一些 上边稍微温和一些 这样它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不会很燥热 而且它是可以多段调温的 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打到最低的温度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感觉 被窝里温温的暖暖的 但是一点都不燥热 电热毯在北美的购物网站上 也能买到 我也会放一个链接 在视频说明里 然后它非常柔软 可以铺 也可以盖 还可以水洗 放在洗衣机里直接洗 我觉得还很方便的 北美的那一款也是可以水洗的 这次家用的产品呢 我还从日本带回来一把金瓷刀 我本来是有一把的 但是在我开一只很生的牛油果 取核的时候 我一转 那个瓷断了 这金瓷的刀呢 它是有黑瓷和白瓷的 黑瓷的硬度更好 我一直更喜欢用黑瓷的 我不知道在北美买这个刀怎么样 在日本买这个刀是有免费的磨刀服务的 说到金瓷啊 跟大家八卦一下 导圣和夫老先生 我跟他有一点渊源 很多年以前老先生去中国访问 他想带一本自己的书送给中国友人 当时呢 老先生的书在中国出版的很少 他需要找人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 我就接了这个活 当时根本不知道他的书多少年以后会在中国大卖热卖 出了无数本啊 当时他就说送人嘛 所以跟出版社签的合同就是五千本 我想五千本能送掉就很了不起了 然后版费啊什么的都是按照五千本的合同嘛 这个老先生啊 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精通 他写的这本书呢是自传体的 写我的人生与经营 这里边的很多文字内容啊 都是半文半白的那种形式 就是日文也有那种 就是像中国的文言文的那种日文啊 他就是那种半文半白的日文 然后我在翻译他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就想为了保持老先生的这个写作风格嘛 我就把它努力翻译成中文的半文半白的风格 我还是花了一些心思和功夫的 过了几年以后 我突然看到这本书再版了 可是我没有接到这个出版社的任何通知 我也没有拿到再版的版费 我当时又觉得这个出版社不应该啊 我每次度过老先生的门前 我都会想说老先生你还欠我一次版费呢 当然这个其实跟老先生本人没关系 这个是应该是出版社没有联系我 老先生现在已经驾鹤西去了 接下来就是狗宝宝的衣服了 我以前特别喜欢给女儿买衣服 特别喜欢打扮女儿 但是女儿长大的太快了 还好现在我可以有巧考可以打扮 日本的狗狗的衣服的设计就是特别仔细 像比如说同款 同样是M或者S size 她有专门为那个腊肠设计的家常版 所以她的设计很贴心的 像在北美的衣服一般都你要套上去的 这个过程中你要把狗狗的腿拿起来呀 塞进去呀 其实对狗狗的关节不是很好 但是你看她这个啊 她是这一片是彻底可以拿下来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搭在狗狗身上 然后这个后腿因为很容易放 其实是前腿不容易嘛 然后你就再把这一片系上去以后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是穿脱对狗狗的关节 一点都没有负担 而且你也比较省事 这个扣呢还是两排的 可以调节肥瘦 比如说狗狗胖点瘦点 你可以通过这个扣子来调整 这个就是狗狗的防虫的衣服 这种Body Seats呢 对狗狗来说呢 它的运动性特别好 实际上我给巧克宝宝买这些衣服 也不完全是为了好看 因为它是确实是可以防那个Tix呀 蚊子咬它呀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Tix特别多 宝宝已经两次种了Tix 我真的是 我这个人我不怕狼 我不怕蛇 很多动物我都不怕 可是我就是怕昆虫 就是哪怕是再小的昆虫 我都是很怕很怕 它种了两次Tix 我根本不敢动 我就带它去医院 让那个兽医帮它取嘛 每次都花了两百多块钱 这个Tix在宝宝身体里 引起的过敏反应很强烈 它种了Tix之后 它整晚它都在吐 还有肤泻也很严重 症状就挺吓人的 所以像这种Body Seats 给它穿上以后呢 Tix就不太容易咬到它了 但是很遗憾 过去的狗狗的Body Seats都是很长的 下边是收口的 一直到脚脖手脖的 但是最近这两年的都变短了 风雨衣 可爱吧 小裙子 这个也是都可以打开的 就是穿起来非常容易 这个裙子是不是非常小女生 前边还有一个蝴蝶结 这个是我给宝宝买的 这个呢我就把它放在门口 然后宝宝回来的时候 我就用它刷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跳蚤 Tix带到房间里来 这次回来买的东西太多了 光是开箱就讲了这么长时间 我现在呢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的旅行 因为我刚刚回来还有时差 我开车也不太安全 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在房子里住了几个月 再一回到房车上 在气候和身体上有点不太适应 因为房车对外界气温的变化 反应很敏感嘛 那我的身体有点跟不上 就是白天 像我现在的这个营地 白天都是剩下的温度很热 可是到了晚上 我昨天居然要开暖气 所以就是这种激烈的这个气温变化呢 我的身体现在还没有适应过来 所以我给自己几天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 适应一下 然后把买的这一大堆东西再reset一下 要重新做一下organize 带狗狗旅行特别是长途旅行 对于狗狗来说 跟他住在家里的那个精神上的stress 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带着狗狗旅行 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 其实你要给狗狗一些特殊的care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带狗狗旅行这个话题 是不是感兴趣 因为我跟乔高一起在房车上生活了好几年了嘛 我也有了一些跟宠物一起 房车旅行的体验和心得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这个话题 我会把这个comment 置顶在我的视频下面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就点赞一下这个comment 让我来知道一下 大约有多少人会感兴趣 然后我来决定要不要做这么一期视频 好吗 谢谢你 一分钟 thanks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